大家好,今天在基辅的布洛伐利区 在这个方向发生了坠机 现在事故造成18人死亡 乌克兰方面也公布了现场的视频 从这个照片上大家可以看 这是坠毁的直升机残骸 当地时间早晨 在距离基辅不远的布洛伐利地区 一架乌克兰的直升机坠落在当地的幼儿园 其中包括该部门负责人 内政部部长以及其助手在大火中丧生 从汽车的颜色和碎片来看 乌克兰紧急情报部的直升机是H-225 超级美洲师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是由法国生产制造 就是这款直升机 是由法国生产制造 是法国的空中客车公司生产 18年提供给乌克兰的国家机构服务 爆炸现场当地有老人以及孩子 爆炸以后碎片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死亡 目前已知18名公民死亡 另外还包括内政部的一些高级官员 整个院子起火 从这个爆炸的情况 当地的紧急情报部门的人员分析 直升机 是完全满油的状况下发生的坠毁 飞行员使用了规避动作 避免了在人员密集的地区坠毁 所以死亡18人还是飞行员进行了规避动作以后 减小了损伤的情况下 目前机组人员相关信息已经公布 现在乌克兰的国家安全部门 包括内政部对飞机事故正在调查 目前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蓄意破坏 第二种可能是设备故障 第三种可能是违反安全的规则 美洲师飞机16年曾经在挪威坠毁13日死亡 18年乌克兰和法国签署了5.5亿欧元的合同 购买了二手的直升机 一共是55架 包括轻型的H125和H145 另外还有H25重型超级美洲豹 实际上二手的美洲师坠毁 现在乌克兰方面也开始调查相关的交易情况 乌克兰方面有统计 在18年的交易中 巴黎的银行将85%的交易费用 又返还给了基辅 很有可能内部有贪腐行为 所以现在乌克兰国内的报道 对整个事件认为是乌克兰的腐败 导致飞机长年的失修 所以最后导致飞机的坠毁 和俄军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今天在基辅方向 这次坠毁最新的一个消息 今天在顿巴斯 在巴默特战场 也就是在顿巴斯战场 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 他的部队向中国拜年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视频 这个很有趣 马上过农历新年 卡德罗夫的部队 叫车臣特种兵大学的学生 向中国的朋友 农历新年拜年 另外在圣米的报 普利格金也抵达圣米的报 他将与普京会谈 普利格金在圣米的报 瓦格纳官兵的医疗康复中心 与受伤的士兵进行会面 他表示 瓦格纳已经提供了外骨骼系统 帮助士兵恢复 这也是普利格金和俄罗斯国防部 闹掰以后首次露面 在圣米的堡 圣米的堡的市长 圣米的堡市长实际上是 对普利格金非常有意见 之前曾经要求法院起诉普利格金 而且没收普利格金的财产 关闭圣米的堡的 瓦格纳官兵集团的大楼 瓦格纳官兵集团 他这个总部大楼在圣米的堡 要求关闭这个大楼 瓦格纳大楼 那么他返回到圣米的网 而且非常低调 现在 所以现在俄罗斯国防部 在网上有一段视频 而且发了一张截图 这个截图大家看 格拉西莫夫 格拉西莫夫签字的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声明 这个声明给的就是叶夫根尼 维克多罗维奇 实际上指的就是 布利格金 声明内容实际上就是证实了 瓦格纳官兵集团 并不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 就是说明他属于民间组织 这份声明 这也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格拉西莫夫亲自签名的 这个签名很狂 那咱们返回索德尔 索德尔现在的战斗 乌军的增援部队抵达以后 向索德尔发动了反击 今天索德尔方向有战斗 乌军进行了反击 这是乌克兰方面 这是今天在索德尔方向拍摄的画面 乌军挖掘了新的战壕 今天乌军的反击 实际上乌军整个士气比较低落 而且乌军的人员心理状态并不稳定 所以他反击力度并不大 瓦格纳工兵今天实际上摧毁了 乌克兰武装队61旅 在克拉斯纳哥拉和帕拉斯科耶为骑 这个方向的反击的乌军 这是今天在索德尔方向的画面 主要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乌军进行反击 还是要夺回索德尔北部地区交通 特别是个铁路 这个铁路对乌军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连接巴赫木特和北部塞尔斯克的唯一通道 那么现在被俄军控制 如果乌军能够返回到这条铁路 控制这条铁路的话 那巴赫木特他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实际上就能获得一定的补给能力 也就是到塞尔斯克方向 也是从斯拉比亚斯克到塞尔斯克这个补给 能够转移到索德尔 那么未来乌军在这个方向作战的话 就有了补给 所以61旅还是要夺取这个火车站 索德尔火车站 另外今天俄军在亚克夫列夫 瓦格纳工兵在亚克夫列夫方向又行动 这是今天在塞尔达尔方向 俄军行动 亚克夫列夫方向和克拉斯诺玻璃 这两个方向俄军都发动了进攻 也是向北进攻塞尔斯克 俄军目前深入推进了约750米 接近一公里 接近一公里的距离 这是在巴哈姆特摧毁乌军坦克的画面 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俄军使用的是穿甲弹 你可以看这个穿甲弹 直接动穿它的正面装甲 在黑海方向罗马尼亚 北约的侦察机抵达了罗马尼亚的空军基地 而且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 他现场进行了接机 大家看 这是北约的侦察机 现在在黑海方向罗马尼亚以外 还有保加利亚 现在保加利亚 俄罗斯媒体证实 向乌克兰提供了弹药 而且是乌军在整个的乌克兰战场 消耗弹药的三分之一 是由保加利亚提供的 这个非常恐怖 那么俄罗斯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我后面的节目专门给大家做一些 现在保加利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情况 这是今天的基辅和巴哈姆特 挫达尔方向最新的一个消息 后期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